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 我是宇童 中共20届政治局常委于10月23日会见记者 习近平再度连任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在记者会上发表了讲话 把习近平讲话同五年前做一个对比 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一点是2017年10月25日 在19届常委与记者的见面会上 习近平讲到一共有165个国家 452个主要政党发来855份贺电贺信云云 而在20届的记者见面会上 习近平完全没有提及具体数字 仅仅称许多国家的政党发来了贺电贺信 这让人联想到一个问题 究竟有几个国家政党发来了贺电 是不是因为少得可怜 数字大幅下降才根本不提 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相比19届记者会 习近平这一次在代表全体常委表示感谢之余 他增加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一定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 这一表述验证了最近一些专家的分析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 曾瑞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 中共国将回到更加意识形态化的状态 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在美国之音节目中也说 目前这个团队他还要继续带领大家进入未来的五年 是相当令人害怕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团队是一个意识形态在治国 不是技术官僚型的治国 而意识形态治国就是很可怕 更重要的是习近平这次先后提到中国式现代化两次 并先后用了三次兼具来进行形容 而在五年前没有提到过这个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 我们在前面的一个节目中 曾经为大家介绍过这个中国式现代化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概念 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认为 中国式现代化让人联想起德国日本的纳粹和军国主义 他认为这个现代化来自于19世纪的德意志第二帝国 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 这两个国家一个是铁穴一个是富国强兵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后来就是纳粹帝国 而日本明治维新的后果 咱们都知道了 就是日本帝国和日本在东亚地区进行的侵略 所以现在再提中国式的现代化 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引上了一个纳粹化 至少来说是军国主义的道路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 再一次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 前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被二十大报告确定为是中共下一步的中心任务 根据习近平三次使用了兼具这一形容词 再结合赖小刚教授的判断 中共显然将会有一系列的重大行动 中国的未来 世界的未来令人关注和担忧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提到四个字 惊涛骇浪 习近平说 道主且长行则将至 前进道路上 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如何如何 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词汇在十九届记者见面会上没有出现过 但是习近平最近至少四次提及惊涛骇浪这一说法 除了这次记者会上之外 此前不久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还说 十年来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 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 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 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 16日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式上做报告时 说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8日习近平在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说 怕什么 接受疾风暴雨惊涛骇浪的考验 我说 虽千万人无王矣 没什么好怕的 习近平如此高频率的提及惊涛骇浪这一关键词 预示着中共未来的可怕走向 也预示着中共风雨飘摇的未来 还有一个信号 证实中共的意识形态倾向将会继续 甚至会更进一步 那就是王沪林的连任 很多人一定很吃惊 中共几大常委的人选 其中就有汪洋的出局 王沪林的连任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节目中所说的 法家的商君书中恰恰就是这种逻辑 当然这是一种邪恶逻辑 商君书宣扬的致命手段之一 就是强调要以弱去强 以奸欲良 实行流氓政治 小人政治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奸诈之辈去驾驭善良的民众 这听上去很令人吃惊 也很可怕 但是看看中共的一贯做法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情况 比如历史上的康生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奸臣当道 好人被打压 还有一个更大的例子 就是在8964事件中 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逼下台 而江泽民因为在镇压中的表现 被邓小平看中 从而爬上中共最高权力座位 这就叫以奸欲良 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林 被视为中共的大脑 也被视为其极左思潮的源泉 外界普遍认为 王沪林在意识形态上 对习近平有着超长的影响力 在习近平执政期间 王沪林在政策制定方面 扮演了核心角色 他曾在控制广大社会部门的委员会中 担任领导职务 包括宣传、教育、网络安全和法律改革 王沪林的留任其实有迹可循 很多中国时政分析人士都发现 在习近平许多重要行程或重要会议上 王沪林频频露面 可以说他从来没有离开习近平太远 据路透社报道 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狄伦洛说 王沪林现身常委 对我来说意味着 中共和习的意识形态倾向将继续 甚至会加深 纽约时报说 王沪林留任政治局常委标志着 中共强硬政策的延续 以及意识形态将在习近平的下一个 五年任期发挥持久作用 洋人统治来维持秩序 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中国模式的基础 习近平如今将这种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 极力吹捧为中共国的标志性成就之一 而在最近王沪林围绕习近平乃天命所系的理念 帮助塑造意识形态的措辞 纽约时报援引了纽西兰汉学家白杰明所说的 这些构想帮助并怂恿习近平认为 他有理由继续掌权 他促成了习近平在未来二三十年对党的统治 美国知名广播节目主持人休伊特的一段评价 值得我们再次重复 他在去年12月撰文指出 王沪林几乎可以肯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澳洲前总理亚洲协会政策院院长陆克文 此前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说 习近平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者 他把共产党推向列宁主义的左翼 把经济推向马克思主义的左翼 把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推向民族主义的右翼 在整个过程中 习近平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 也是对后来政策变化的最好预测 陆克文说 意识形态是主要问题 习近平认为 私营部门是对共产党权力的长期挑战 似乎是要为陆克文的观点提供佐证 10月22日 中共二十大闭幕当天 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 释放出动手信号 这篇文章题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铲除腐败滋身土壤 首先引用了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所说的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 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文章里的行贿出现了28次 而受贿只出现了11次 因此中纪委这篇文章 与其说受贿行贿一起查 不如说向行贿的资本家吹响了冲锋号 文章明确指出 行贿不查 受贿不止 行贿者围猎 受贿者权钱交易 是腐败仍在发生的重要原因 只有斩断围猎 与甘于被围猎的利益链条 才能铲除腐败滋身的土壤 这无疑回答了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所指的 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是什么 换言之 也明确了打击的方向 文章中按照中共宣传系统的常规做法 都为中共纪检监察干部 对此进行了表态 他们表示 行贿对政治生态 法治环境 营商环境和市场规则等破坏较大 如果不予以严肃查处 就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在中共官员们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 发出的是清晰的动手信号 文章强调 在新增程上 必须坚持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一体推进 让受贿行贿一起查成为常态 这让人想起中共历史上有名的三反五反运动 据九评共产党一书指出 三反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 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 而开展的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运动 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 但紧接着中共认为 其干部变坏 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 于是在次年1月开始五反 即反行贿 反偷税漏税 反盗窃国家财产 反偷工减料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到1952年10月 五反运动结束 查补的五毒账 达20亿美元 这些钱被用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朝鲜战争 也就是中共所称的抗美援朝战争 就这样 在几年之内 中共在全国全面取消了资产阶级和私有制 将商业收归中共所有 五反运动后 中国资产阶级也走进了历史 现在与当时的相似之处 在于中共一直对武统台湾跃跃欲试 不断进行着实质性的准备 另一方面 习近平也在对其政敌的白手套 例如肖建华等人进行打击 因此二十大刚刚结束之际 中纪委释放出这个信号 显然不是虚声恫吓 好 今天的话题先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个赞 如果您是新来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